海燕颱風重闖菲律賓受災居民流離失所 美國北加州庫普提諾人文學校 機會教育 師生投入歲末 精臟演藝練習 為眾生祈福 菲律賓風災 學校機會教育 在北加州的庫普提諾人文學校 老師透過新聞 讓學生了解天災造成的環境傷害 不管是高年級還是低年級的學生 為災民祈禱的同時 學習 珍惜擁有 要感謝自己現在有溫暖的房子 然後有食物 有衣服 對不對 助人要及時 大家紛紛把身上的零用錢 投到愛心鋪滿 學校也邀請家長跟孩子 一起參與歲末祝福時的精臟演藝 老師分享心得 說法入心 能促進夫妻和諧 他在生氣的時候我就用唱的 他也很聰明 他一聽到說善惡夜熟 皆稀報 然後他就把嘴巴閉著了 不再罵我了 往色 往色 幼兒班的老師將聲傲的經文 編成易懂的話句 讓家長演給孩子看 這麼深的字他們不懂 可是經過我們戲劇表演之類 讓孩子說什麼是不好聽的話是惡口 前程齋戒 為的是什麼 這個天下現在災難太多了 我們是要為天下人欺負 精臟練習期間 大家發願至少要齋戒 108餐或108天 傳法從自身做起 帶一新聞這是美志工 段代家張曉寧 黃紹平 美國報導